周一香港西湾河一名交通警使用实弹近距离射击一名没有武器的黑衣男子 对方随即倒下 香港时事评论员潘东凯批评警察粗暴对待受枪伤的人 行为没有指引已经失控 很多人认为中共在香港没有动用军队比六四十克制 潘东凯不同意 潘东凯相信抗争仍会持续 但香港不会变成大陆 不过他认为香港事件有可能加速中共灭亡 港人应该保持非暴力争取国际支持 新唐人记者黄小翔梁真宋碧龙香港报道